哈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我是明媚 今天的影片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我今年呢去参加,就是算是人生第一次去参加平息天灯节 可以说是参加嘛,就是去看天灯节,也是自己去放天灯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前几天才去嘛 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那个整个活动就是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印象 所以呢我想说,透过这支影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时候的就是感想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要配这个汤圆 大家看,OMG,它已经粘住了 我刚刚把它已经煮好了,可是它已经粘住了 好,没关系 其实我今年的时候呢,才知道说就是,诶,元宵节的时候也是吃汤圆 是对的吗大家,就是我以前以为就是只有冬至的时候才会吃汤圆 可是呢,今年的时候发现,诶,是不是元宵节也会吃汤圆啊 还是说元宵节的时候吃元宵,然后冬至的时候吃汤圆 可是我不知道元宵是什么东西啊 我还以为这个是一个节日的一个名字 那吃元宵,可是元宵是汤圆吗,还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留言让我知道一下 好,那我们来吃这个汤圆吧,天哪 还蛮久都没有吃汤圆 大家有吃汤圆吗 好吃 汤圆在蒙古没有 现在在火车上啊,大家 那天呢,我去平息的时候就是那天下雨 然后呢,我这个人呢,又没带雨伞 因为那时候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看天气预报 然后呢,天气预报上写说就是只有30%的这个降雨几率 可是呢,去那边之后居然一整天都下雨耶 就是,应该是说从下午到晚上都在下雨 所以呢,我那时候就是都没带雨伞 然后从7月份买雨伞 我就从瑞芳火车站坐那个接驳车到平息 然后呢,我就那边走走,然后就是逛逛那个平息老街啊 然后,还要去了金铜车站 然后那个也是我第一次去 我后来去了活动现场 然后呢,他们的那个活动就是从晚上6点 我记得是从6点到8点半 就是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然后就是总共有8波可以放天灯的机会这样子 然后呢,我就去那边在那个活动现场的周围这样子 就是走来走去 那时候就是有一位工作人员跟我说 哎,现在只剩下第8波 也就是最后一波的天灯释放卷 就是前面的都已经发完了 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天呐,真的假的 就是只有只剩下第8波 因为那时候还是下午的时间嘛 然后我就想说 就是要等到晚上就是7,8点还要去放天灯吗 还是现在就是下午的时候就是逛逛就回家 我就游泳了一下 然后就还是决定 就是留在那边 留到晚上7,8点去放天灯 不照谁定往右 那边火车站往左 不照谁定往右 那边火车站往左 那时候我就拿到了那个第8波的那个天灯释放卷 然后呢我就决定要就是等到晚上去看天灯天灯节这样子 因为那个是我那天去品系的目标嘛 所以呢我就中间真的是等几个小时都可以就是等到晚上就是一定要看那个天灯的那个画面这样子 好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就是晚上天黑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天灯快到100个天灯就是同时升空的那个画面就是非常的漂亮就是非常的让我很震撼 还有就是让我很感动这样子就是我那时候就是看到那个画面其实我说实话那时候这个眼泪快要流出来了就是让我觉得很感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可是我真的是我第一次就是看到那个画面真的是让我觉得天哪好漂亮哦 好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一边这样拿着相机然后一边这样自己亲眼去看那个画面真的真的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大家可能好奇就是在蒙古有没有这个圆小姐 啊可是我要跟大家说在蒙古的话呢我们就是没有圆小姐也不会就是放天灯什么的然后也不会吃这个汤圆 所以呢我觉得在台湾就是体会到了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一个体验 那时候就是那个活动现场其实有蛮多人的就是很多的媒体的就是记者啊或是什么摄影师什么之类的 然后下方车对下方车是一定要的嘛 那时候其实我有看到很多外国人在那边也是就是放天灯什么的啊对然后放天灯的时候就是那边都有工作人员 帮忙扶着啊然后我就在那边写字啊之类的我就觉得真的很有趣真的是非常的幸运的就是虽然是最后一波可是我还是有机会去现场就是自己放天灯 我觉得真的真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幸运对然后呢我其实这次是我算是第二次就是自己放天灯 那我第一次的时候呢去过那个十分车站在那边就是有翻过天灯的了可是那时候就是白天嘛 然后只有一个天灯就往上飞那时候没有那种feel嘛可是我到了天灯节的时候真的是亲眼看到那个很美丽的画面 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也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在蒙古其实我们没有元宵节然后呢元宵节其实农历的农历是五号对不对 好像是农历是五号叫做就是元宵节对然后呢今年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就是在蒙古过年的这个时间跟在台湾过年的时间不太一样的就是蒙古的十晚一天就是在台湾初一的时候在蒙古初一的时候在蒙古初一 好像是五十块还是三十块来着然后下山的时候呢就是不用不用付钱就可以坐那个接驳车就可以下山那我觉得在台湾其实这个旅游这个方面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国家很棒 我觉得蒙古真的蛮需要向台湾学习好的以上就是我上次去平西天灯节的这个我的小小的感想就是以这个外国人的角度来就是第一次参加 参加平西天灯节然后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的一些感受然后呢我前一次影片呢其实有收到就是大家的一些建议然后也是想要就是跟大家说声谢谢就是给我那些建议我觉得那些建议真的是对我来说一个非常重要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记得帮我订阅我的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咯拜拜 那第一次的时候我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有去过那个十分车十分十分车站 哈哈哈哈哈哈好那第一次的时候呢我去过就是十分车站 好牛 escen 好牛 escen 好牛扶 好牛扶 好牛扶